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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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現在收聽的是燦爛時光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 燦爛時光 惠客室 是有燦爛時光節目 跟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上面會直播 之後會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網站 會有完整的節目的播出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讓大家能夠去了解一些社會議題 特別是一些社會當中的重要的衝突 或者是一些社會運動的訴求 那除了瞭解到這個表象的衝突之外 也能夠去瞭解這個背後 一個更重要一個比較結構性的因素 那我們知道在2015年 就是今年的1月20號的凌晨 桃園新屋寶林球館 發生了這個大火 那造成6名的消防隊員的這個不幸的上升 而這些消防隊員其實都非常非常的年輕 那平均起來也只有20多歲 那這個議題其實讓這個全國的民眾 除了這個震驚也非常非常的憤怒 那我們知道這個消防員所遇到的問題 其實也不是只有在今天 在最近這一兩年我們可以看到 常常會有看到消防員會去上街 或者是去要求這個基本的這個勞動條件的這種改善 那可是我們看到了有很多的訴求 有很多的提出 但是我們的消防相關單位 似乎沒有太多的改變 而且甚至也必按頻傳 所以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就要來跟大家來談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重要的議題 因為我們常在談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勞動條件 他就不會有一個專業的服務 所以今天我們要跟他邀請到的是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的理事長 楊世偉一起來跟他分享 世偉你好 中翔老師好 對 世偉謝謝你的接受我們今天的邀請 來進行這個訪問 那可不可以先請你來告訴我這一件事情發生 或是跟我們聽眾朋友分享 你作為一個消防員的心理的感受是什麼 我覺得是難以置信 就是我覺得這兩三年 尤其是這兩年開始我們在對於消防員的權益 這個議題開始做關注之後 其實我們發現到非常非常多的殉職者 都是在這兩三年就是出現 對我想這個對一般的民眾來講 都覺得是一個非常震驚憤怒 那更何況作為一個消防員 那我們當然知道這個消防員本身 他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那其實除了這個所謂的救火的工作之外 其實我們也常常知道包括了像什麼抓蛇 或者是哪一個小孩被困住在井裡 他也都是消防員要做的這個義務 那這個部分我們待會會來談 當然是不是義務恐怕也有很多的這些 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我們待會再談這個問題 我們想要回到那個所謂的新屋保齡球館 這件事情的現場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在當場的那種 所謂的整體的配置 以及這個所謂的消防員 去救火的這個過程當中 不管是在裝備上面 或者是相關的器材上面 他出了什麼問題 或者在現場的調度 又面臨到了什麼樣的問題呢 那我想這個新屋這場火警 這個可能不是一個短時間能夠說明 那我覺得新屋這場火警 所告訴我們在制度上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是人力 那為什麼是人力呢 就是新屋這場火警 我們一開始火警初期接報之後 我們消防局他一開始是派了三個分隊 嗯哼 我們看到說出了這個感覺好像人很猛 可是其他轄區的新屋分隊 他有辦法出到就是一條水線 可是他一條水線其實也不是有兩個人進去喔 那其他三個分隊過來呢 他是人數非常不足的 人數非常不足的 他就是一台車 然後就一個司機加一個消防員 這樣子過來 一台車一個司機加消防員 對 那到達現場的時候呢 就是他有第一梯子進去嘛 然後還有第二梯子進去 他第一梯子就是一個六個人的隊 小隊進去 然後第二梯子他又要抓人進去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三個分隊 因為他沒有辦法一個分隊 單組組成一個隊 所以他就把三個隊伍的人 然後混編起來 然後混編起來 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個 殉職的這六位 六位弟兄 他當初他就是把他混編起來 然後 所以期數最高的才24期 24期的話 年次就是他做棋 就是那個年次也不是很深的啦 他全部都是隊員 也沒有一個帶隊官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 這個火場燒出制度的問題 其實最大關鍵 因為你根本沒有讓一個分隊 有足夠運作的能力 導致他指揮官在現場被逼著 必須要做這種混合的編制 那我們會說 今天你做這個混合編制 OK 沒關係 如果真的有必要 但是你相關的安全措施 安全配套 也沒有做 第一個 你可能沒有一個有景面的人去 帶領他們 他們可能不知道要聽誰的 好 那你在現場要賦予指揮官 很多的責任 就包含我指揮官在現場 我可能要管制人員的進出 我還要去看火場的這個發展 我要去在火場外圍去尋找火點 然後我還要去跟後面來的分隊分配任務 然後我一邊還要在乎我裡面的人有沒有安全 我們會認為說這個制度 讓指揮官其實做不到這些事情 我們都知道我人忙起來的時候這個 我沒有辦法同一時間專注在很多的事情上 我一定是 我只能專心的做一件事情 那你看我們台灣消防員 他看我們指揮官 他專心做多少件事情 所以 從人力不足 然後 導致說我們這是指揮官 他有可能因為制度上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在現場做出很好的調配 那你賦予他那麼多的任務 你賦予他那麼多的責任 你怎麼能夠期待他是一個 100%不會失誤的 我講白的 只要你人是在那種狀況底下 一定都會失誤 所以我認為說 這種失誤到底是你 或者是人為 我覺得 應該要探討的是他背後制度的問題 就是 今天 不管是哪一個指揮官 再換一個指揮官來 我也不敢說這六個人就不會死 所以 如果說今天換一個指揮官 這六個人不會死 那就是指揮官的問題 但事實上是 今天你換了任何一個指揮官來 我覺得這六個人都會死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要真的去追出這六個人 他死亡等等的原因 那應該是制度的問題 那制度的問題在哪邊 我們會希望 政府跟社會能夠 積極的來判見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特別是剛剛談到 這是一個制度上面的問題 但即使一個再好的指揮官 如果沒有很好的制度 沒有一個充分的能力 沒有一個好的設備 我想這個指揮官大概也就只能夠 聽天由命 那如果我們從這個新屋這件事情來看來 來講好了 就是你剛剛談到說 他是有三個分隊去調動這些消防的弟兄 去做這個救火的工作 這個部分其實我有點不太清楚 這個這場火的規模是很大嗎 為什麼要從三個分隊去調 而且每個分隊調出去的人力 也就只有一輛消防車 然後一個司機 一個消防員 這到底是什麼樣一個狀況 好 那跟大家說明一下就是 我們消防員他出勤不是單品作戰 我們一定是團隊嘛 那理論上 以我們 就是如果我們要遵循外國的制度的話 我們消防員有分為要進火場 我可能要有一個 就是要滅火的嘛 滅火的一個編主 那他可能至少是要兩個人 那 有人進去滅火 我後面就要有人去防護他們 所以我理論上會有兩條水線 一條是弓一條是手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基礎的人力就是要四個人 好 然後 我們除了救火以外 我們可能還有要 去裡面收救人員 那收救人員 我可能就要再用掉兩三個消防員 那我今天有 這麼樣一群人進去之後 我外面還有人啊 就是我可能有人是要在外面負責破壞的 這可能就會要一兩個 然後有人要在外面管制 進場人員安全的 所謂的安全觀 這樣要一個 然後 就是外面還有車子的司機嘛 車子的司機就一台車一個這樣 然後我 在一個制度完善的國家 我可能還要準備一個就是 所謂的RIT 什麼是RIT呢 就是一個快速的入市收救小組 那這東西是幹嘛 就是我今天裡面的消防員出事情的時候 我們在外面可能會準備一個team 準備要去 趕快把裡面的弟兄救出來 就是他的反應時間是相對短的 但是台灣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我剛剛講的RIT沒有 安全觀沒有 然後 入市跟收救還有人病收救 我第一時間我可能只能選一個 那這問題在哪裡 就會變成我選哪一個可能都不對 我今天選擇去滅火 你可能會看到兩年前新僕老翁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意思 一個老先生 兒子縱火他被燒死 第一時間我們那個時候選擇的是滅火 從他底下 家裡面底下供進去 那供上去的時候來不及能被燒死 但是如果同一時間有沒有辦法去選擇救人 可以 但是你指揮官要選啊 所以我們才會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 新屋燒出來 它燒出了人力的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我在現場我根本沒有足夠的人 去做這麼多的事情 嗯哼 對 那我剛剛講的是我們的那個任務編組 那 任務編組的部分是這樣 我們進去不可能讓一個人進去 好 所以這個就解釋說為什麼會三個分隊的人去混練 那 我們如果要讓我剛剛講的這個小組成型 其實我每天消防隊我上班可能都要10個人一戰 嗯 理論上要有12、13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就連當天轄區分隊的新屋 因為他們比較偏遠 所以他們根本每天上班的人數就是 六七個人 嗯哼 然後你轄區來支援的 他又不可能說我整個分隊都拉出來 為什麼 萬一我這個轄區去支援別人 結果我自己轄區萬一發生火警的時候 我是不是犯空城 對 對 所以消防機關我們在支援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所考量 所以他不可能把整個分隊的人都拉出來 嗯哼 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說 轄區分隊來了幾個人 他人稍微多一點點 那其他轄區來的 他人就少 那就變成說你轄區 要去做混合的編制 嗯哼 對 這其實可以從這個事情暴露出 剛剛你談到所謂的制度跟人力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大家再回來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還是從這個個案來談 就是如果從這個個案來看的話 現場到底有多少的消防隊員 來去這個所謂的救火 那在一個合理的編制上面 應該要有多少人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一個人數 是整個預算的問題呢 還是制度的問題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來談這個問題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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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 進行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式新闻议题中心 PNN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 联合自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 跟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都生命攸关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的消防员的 整个劳动条件的问题 我们当然是要从在今年1月初 1月的时候 1月20号在新屋发生的大火 导致了6位消防弟兄的 不幸迅职的事情开始谈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 消防员工作权益出境会的理事长杨世伟 世伟你好 主持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回到新屋事件的现场来看 当天到底 不管是在他的辖区 或者其他地区 去支援的人力一共有多少人 那照理讲 在以这样一个规模的这种火灾火警 他应该要有多少人去才是一个合理的配置呢 这个我们从新闻上看到最后 好像是有将近100人嘛 对不对 这100人里面其实有相当多是异销 那这个从新闻上的数据会看不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就跟大家详细说明一下 我们火警有分第一梯子第二梯子跟第三梯子的派遣 那通常消防局在接报的时候 他第一梯子接进来就会根据民众报案的这个规模 然后去选择他派遣的 那因为人力不足的关系 所以他现在各个消防机关其实大同小异 他大部分都是会多派几个分队 然后去做因应 只要你确定是有 可能是有火灾的 例如说有野茂出来的那种 他就会多派几个分队的程度 但是那实际上你说今天第一时间到现场的人有多少 大概算了一下可能不到15个 详细的情形详细的状况因为这个是他们消防局内部的资料 但是根据我第一时间看到的这个 他们派的派遣的车子跟人的状况来说 他第一时间到现场如果有20个人 其实就已经是极限了 所以我不认为他第一时间到现场有20个 那你说这种状况的火警 我们需要在现场有什么样子的配置 我觉得最起码就是我刚跟大家有分析过的 如果你要有一个完整的防护跟攻击 还有安全观制度 包含入室搜救的这个小组的一个设立 还有破坏人命搜救这些 加一加加总的话 我们会希望你到现场至少是13个人 至少是要13个人 就是你一个分队出去能够有13个人的战略 但是现况我们可能做不到所谓的入室搜救小组 那我觉得最起码最起码你也肯定要有8个以上 这样才有办法做事情 那我所谓的这个8个是一个分队的8个 而不是三个分队的8个 我们如果说一个分队要能够单一分队就能够出到这样子的人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你平常训练的时候在一起 对 你默契上就比你混编跑得非常多 第二个你一个分队的那个人力够 你才不会说 你才不会说我要训练的时候 例如说我今天上班 没有人的分队我7个人 那我今天要训练嘛 那可能我一个人在直班啊 然后另外两个人在跑救护啊 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可能要出去消防安检啊 你看4个人一去了 然后再扣掉一个分队长可能去开会 今天我分队剩两个人 那难道说我今天的训练就 这两个人训练就好嘛 不是 就是消防员的训练 消防员的救灾 没有那种两个人的训练 就是我没有办法我两个人 然后就是自己在分队然后学着救灾 这两个人 他是一个团队的 对他是需要一个团队的 那我说了你今天分队的人那么少 然后外务又那么多 你就把他的训练的时间完全的排挤掉 所以消防队不是没有训练啊 不是不能训练啊 不是不想训练是他没有办法训练 他没有办法做到能够符合我们期待的训练 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今天你说我们今天要求人力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那如果说今天政府没有办法去短时间补这个能力的话 你就应该要思考我一个分队到底是要放了 放了7个人 放了6个人 然后让他们有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做事 还是说你要去用一些科学方法分析灾害前世 就是把一些分队可以做整并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政府需要思考的 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把两个或三个的分队整并在一起 那基本上我可以保证你 至少你会有一个分队充足的人 那这就是看政府要怎么选择 你知道三个人不够没有默契的 对还是说一个 然后他有办法出一个team 然后是有比较好的默契 甚至说也可以做到一些安全管理制度的 我觉得这是在人力不足的线下 要去思考的问题 就除了补足人力这种长城计划以外 对还有另外一些事情也是必须得做的 这当然包括整个的科学的仪器 或者是一些更好的一些设备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的在强调所谓的人力的不足 那这个人力的不足我不晓得 我们有看过一个数字 就是说现在应该这个应该有的编制是2万多人 那事实上现在消防员大概只有一半的这样一个编制 所以我们大量的依赖的是这个益销 这个这样的一个投入这个工作 当然益销他有他自己的 他虽然很热情 可是他可能在某些部分也有一样的局限 那我不太懂为什么整个编制是2万多人 可是实际上面却只有一万多人 是大家不愿意来做这个工作吗 还是说这个整个政府在预算上面紧缩 或者他不愿意花钱来做这些最基本的 最基础的这个所谓的公共设施 公共安全的一些能力的配置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两个面向 就是第一个你说危险大家不愿意做也有可能 但是消防员的薪水 毕竟目前来看是远的比可能一些比较 没有那么危险的劳动族群稍好一点 就是一个月他进来可能会有五万多块六万 那么一个代理 所以基本上还是有人要考 那现在先说明一下就是 为什么理论上这个法定要2万8千多 然后我们现在只有1万多的 1万3千多名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预算也是有 一定是有预算的考量 因为一个消防员我们算一年可能需要100万 那 1万 我如果说要再补1万5千名消防员的话 那对政府来说就会是一个150亿的年值 那这笔钱 各县市政府愿不愿意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为什么说现在 为什么我们要去谈2万8千多人 最主要就是现在的台湾消防员 他是以一个高工时去应用能力不足的状态 就是说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 他的消防员他的工作模式 或许都是可以达到至少做一天 就是做24小时然后休两天 那是一个比较符合人性的一个配置 台湾最好最好也只有做一天跟 做一天修一天而已 那绝大多数的地区都还在做两天修一天 做两天修 对 然后也就是说今天政府他以这个 延长消防员的工时 去应用这个能力不足 但是我不觉得说这样子的做法 是日本之道 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说 其实这几年来政府埋下的这个炸弹 就是那个因已经开始在爆炸 对 为什么说这两年来会死19个消防员 我觉得那个不单纯是意外 就是你长期让一个人 他在过劳的状态底下的时候 他做出错误判断的几率会变高 然后他在那种危险现场出意外的几率会变高 这个绝对是相对的 而且我不认为说政府有权利去回避这个问题 就是说消防员现在的工时非常非常的长 那起因就是能力不足 那今天消防员他是 好我就奉献给国家 那国家是不是应该要 相对的 赶快的去把消防员的这些 他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的人力要的装备要改善的制度 对 而不是说我今天消防员要什么 你都跟我说语法无据 或者是说这个规定就是这样 这东西就很官僚嘛 那种东西就是大家已经在水深火热了 然后你还在那边跟我说这个东西语法无据 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吊诡 你在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 然后你不讲人性 然后不讲那种人权 然后结果你只一味的就拿着一张 然后去要求这些消防人员做牺牲奉献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 嗯哼嗯哼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刚刚谈到说 我们有28000名的这个所谓的原额 这应该有的原额的配置 可是事实上只有大概13000多人 那这个东西如果不补足 当然在国家预算上面是会有一些支出 可是这个支出其实是一个必要的 因为他不只是这个所谓的消防员 他本身的劳动条件的问题 他其实也涉及到整体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生命安全的问题 但是问题当然也不会只有发生在消防员身上 包括整个医疗单位社工单位 都面临到类似的一个问题 不过回到另外一个对消防员本身的这个角度来看 坦白说我必须要自首一件事情 我们家曾经有蛇跑进来 然后呢我们一天来了两次 然后我们打了两次电话 这就是请消防员来帮我们 来解决我们这个面临到这种所谓惊慌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大概也都会有类似的经验 或是也都觉得消防员好像 这是他的工作 这事实上这是消防员的工作吗 这其实对我们来讲 对一般民众是不清楚 或者说消防员的工作 他应该是有哪些涵盖到这些 一些所谓的急难救治等等的面向吗 如果是的话 那这个能力显然是更不足的不是吗 嗯对 这个要讲的就是消防员现在情业务其实包罗万象 就是如果说消防员今天真的就只需要打火 然后平常就是训练 然后把精神养足 那或许大家的这个疲劳跟情绪还不会这么严重 但问题就是说现在消防机关他包了非常非常多的卫民服务 对 主持人刚刚讲的像这种抓蛇啊 抓蜜蜂抓狗抓猫 嗯 都会叫消防人员来处理 那其实你问说这个是不是消防员应该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会认为说业务其实他应该就要有业管单位 那动物其实消防员他完全不省 你问我们说我们有受过什么抓动物的训练吗 其实没有啊 我跟大家都一样 我们是没有受过训练的 那不会只是因为说我是消防员 那我就可以去抓这个 其实不是 你问我说我会不会 我会跟你讲我不会 因为我跟你一样 我没有学过 那今天过去是整个整体的制度 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 台湾的行政机关他会去有一个所谓的行政协助 那他 例如说 应该是农业局要去负责这个动物 那其实民众打了1999 然后1999就找农业局 结果农业局说我没有人 然后我 我人力不足 或者说我人下班了 那1999要解决这件事情啊 他就会转给110或119 因为我们是24小时的单位 所以他名义上叫行政协助 可是弄到最后就工轻变世主 就会变成说大家觉得 好像我以后就是消防员 我就是请消防员 因为我们都已经这样子认为了 一般的民众都是这样子认为的 是是是 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就是慢慢的把大家的观念去矫正 但是这观念矫正的同时 我觉得政府也是要做事情的 今天如果说民众的观念变了 他知道我不要打119 然后我打了1999 结果你没有一个夜管单位给他 他最后还不是要回到119 对 所以今天民众的观念要改 但是政府的作为也要有 就是你夜管单位 把夜管单位的东西拿回去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再提的专业奔工 包括像消防员现在也cover 这个很繁重的救护工作 那能力不足的状况底下 其实我不认为现在的消防员 有能力去cover 目前台湾那庞大的救护店 所以现在消防员 其实我们不要讲为民服务 我们只讲救灾跟救护就好 他其实是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他在救灾这个时段被勤完 例如说我赖命的8个小时没有救灾 那我可能下面 我们今天做了14小时 我可能下面的8小时 我就变救护班 我要去跑救护 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对于消防员来说是非常非常高贡献 你今天只能祈祷 拜托今天运气好 不要我早上就一场大火 烧完之后晚上还要再救护班 然后救护班完 我说不定晚上还要值班还要干 今天我们消防机关的请务表 不会说今天早上烧了大火 你很辛苦 那你晚上的班表就不用跑 没有这回事啊 你排下去之后他就是定一整天 这对消防员来说 你没有一个确定的 让他可以休息的机制在那边 你每天让他的休息时间灵灵散散的 我说有啊 消防员可以休息啊 有六个小时啊 结果这六个小时是一天 切成三个时段 让他休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他晚上说不定 根本就没有办法睡 那我们不 我们真的不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劳动条件 对消防员长期的 这个 不管是职场规划 或者是说这个生命安全 这些东西是好事 因为很明显 就已经是在一个过劳的状态 对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 没有这种所谓的好的劳动条件 他就不会有一个专业的服务 最后大概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不晓得我们 这个从一个消防员的这样一个角度 从市委的角度来看 有没有什么要给我们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一些 基本观念上面的一些建立的呢 好 那我觉得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常会问说 能够为消防员做什么 就是我们出事的时候 大家想要捐账 被捐账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奇 这是旗帜 我们希望说观众朋友能够 就是上网做做功课 或者是说来问我们消防机关 都可以在你自己的住家里面 自行去安装所谓的家用的这个住宅火警警报器 那这个东西的功能 其实是可以提早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去警告你 发现这个火灾 然后让你可以提早逃生跟提早通报 我们会认为说台湾的火灾形态 大部分都是你不知道发生 然后他发出来之后外面的人看到 然后报19 然后之后媒体指责消防员救灾不利 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回圈能够被打破 就是今天你要消防员救的快 那相对的你民众你也要报的快 如果你没有办法及时通报的话 那其实你没有 就是大家不应该去指责消防人员 那住宅用火警警报器它不贵 一个大概几百块 然后装在家里面你如果是一层楼 他可能装两个或三个就足够 那他绝对是可以有效帮助你保全你的身家性命 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装这个东西 我想除了自己装自己的东西 所谓的自救跟这种所谓的快速通报之外 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事委不断讲到 是整个的能力配置 整个的资源配置整个硬体的配置上面 都应该要充足 因为他不是只有涉及到一个消防人员的性命安全 劳动条件的问题 也跟整体的国家的安全 这个所谓的住户的安全都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非常谢谢思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能够更多的去关切 这样一个消防员的劳动权益的问题 因为打火的弟兄 不是他们彼此是弟兄 也是我们的弟兄 谢谢思维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